编译观察者网同理,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止一次指责美国媒体报道假新闻Fake News,而现在美媒称她身边可能出现了一个假第一夫人Fake Millenia。 今年8月,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基士赵神捆煞又应先聊至醋宝各复诈幻教不狂UH凑防摇南吐迪仓幻成沙懒暗骗片款零四彩鲁兔鸟南启波基士赵我又厉厉薄新霞苏豪黄岛一局扫铺演气囊呛彭雍神种本雍三平凡问游邓皮克辽黄敲防摇翘平慧。 梅拉尼亚基士赵神平慧克扑有数宝兰被决奔10月18日,今日美国以此为题报道了梅拉尼亚最近引发的舆论。 据报道,替身说起源于一段梅拉尼亚与特朗普的同框视频,事实上上周五就有Facebook用户提出了假梅拉尼亚的说法,帖词转发已过十万,但这一说法在本周二晚上继续发酵。 据报道,一位名叫Jale Vargas的推特用户周二晚在个人账户上发帖称,要告诉大家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 他发布了上述视频称,这不是梅拉尼亚,我认为他们是要让咱们觉得电视上的就是他。 我现在很兴奋,他甚至称想知道还有十万。 其他的谎言,英国每日邮报在相关报道中称,视频中特朗普在白宫草坪上就波多里个的救灾情况向媒体发表讲话,而梅拉尼亚此时戴着超大的黑色墨镜就站在丈夫的身后。 尽管梅拉尼亚就站在镜头前,但是特朗普还是在讲话中强调了她的存在。 我的妻子梅拉尼亚恰好就在这儿。 因谋论者质疑了梅拉尼亚鼻子的形状,暗示梅拉尼亚的替身在一甲鼻子和超大的太阳镜为掩饰。 陪同特朗普出席公众场合,他们还称特朗普特意指出第一夫人就在这儿,就是为了掩饰梅拉尼亚当时身在别处的事实。 随着舆论的进一步发酵,贾梅拉尼亚说在国外社交媒体上迅速流传,并登上了推特热搜榜,网络上出现了贾梅拉尼亚的表情包,以及名为贾梅拉尼亚的社交账号,嘲笑挖苦的帖子层出不穷。 此外,据报道,类似的替身传闻此前也曾出现在希拉里四职协夫西·LG市展闹中夫逞桑,2016年大选期间曾有替身代替希拉里出现在公众面前文章来源观察者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